八万大军深陷高原 印军该何去何从 印媒留给印度的时间不多了 敬请关注本节目 了解详情 自称超级大国的印度 屡次在边境闹事 然而就在最近 却有印度媒体突然间发问 警告新德里当局 留给印度在边境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据印度媒体日前发布的消息称 中印双方达成初步协定 双方退兵数公里 印军后撤了1.5公里 尽管事态似乎开始降温 但是对于在最近被调往高原的八万印度士兵来说 却没有任何改变 依旧深陷高原孤岛 而且达拉克地区的补给线实至今日 依旧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有报道说 印度在拉达克地区实际上已经储存了近七万人的过冬用品 及相应的补给品 但这种物资是专供第十四集团军用来应付北部边境问题的 这对于因近期边界问题 印军紧急调派的三个师近八万大军 可谓是杯水车薪 事实上 高原地区与平原山地等地区并不相同 气候变化反复 冬季高原地区往往提前到来 据统计 每年的11月至4年3月间 中印边界高原冬季气温平均为零下35摄氏度 对一支随时准备作战的部队来说 充足的粮食供应 燃料和各种类型的弹药维护开支 费用是极其巨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 在2019年印度曾做过统计 位于拉达克地区的14集团军的一个旅约有5000人 每天的军事开支为5000万卢布 折合美元66.9万 在印度 运输到高原用于军队取暖的每升燃料要花费2400卢布 相当于32美元 当温度降到零下25度时 印军每天要燃烧600吨盆油来取暖 现在印度在高原的一个孤岛上又多出了8万多人 而离冬天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有媒体指出 如果印度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其战略目标 每多拖一天 对高原上的印度士兵来说就成了噩梦 这个印度本来脆弱的供给线来说也是一种折磨 对那些深陷高原孤岛的战士们来说 这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 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印度在滨宁县基本上是以偷偷摸摸的修建碉堡为主 当时估计并没有考虑到在冬天大量驻军高原的情形 所以印度边境一侧的基础设施几乎为零 七八月份的时候 印军士兵住帐篷问题不会很大 但在九月份以后恐怕就会很难受了 补给线跟不上 原有的物资也储备不足 基础设施还几乎为零 这也难怪印度媒体连连提醒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